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306集 虽然张凡处在刑期境一段 但是他的真级品质高 再加上还有炼气九段的楚莲声 面对被虚无体虚弱的巨蟒精 那是绝对有这一拼之力的 甚至还可以力压那巨蟒精呢 此时的众人也都是终于明白 张凡为什么刚才要主动避让呢 楚莲声则是缓缓到了张凡的身边 两人相识一笑 你没竟敢阴老娘 刚才你不是还挺横的吗 张凡妄想被巨蟒精附身的那个兽道士 笑一盈盈 你 他怒哼了一声 随后又继续说 老娘今天是来找东西的 不想跟谁为难 你们告诉我 墓葬主人的尸体和那些宝贝在哪 我大人有大量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放你们离开这里 若是你们不告诉我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巨蟒精最清楚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 他此时还真的不一定能击败面前的两人联手 所以他选择了威胁 是什么 那你可千万不要客气 听到张凡的话 瘦道士的嘴角微微一抖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此时 那金袍道士则是恶狠狠地说 跟他们斗 我这里养了一只实力 在连击九段的血鹰 凭你们两人之力 足以战胜他们 说吧 便见金袍道士 从随身带的布包里面 拿出了一个小瓷瓶来 之前 他把瓷瓶打开 一股阴气便纵然从那瓷瓶口中涌了出来 一个半指高的婴儿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婴儿浑身呈现透体红光 其周身轮绕的 除了阴气之外 还有一个强烈的血沙之气 还有怨气 孩子本应是可爱的 但是 脸颊帐红露出 猙獰牙的血鹰 却是给人一种 骇然的感觉 只见 那血鹰缓缓地飘向了 身材偏瘦的道士旁边 那道士 便又继续威胁道 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是有绝对实力战胜你们的 刚刚我所说的话还算数 你们只要把墓葬里的秘密告诉我们 我就不跟你们计较 放你们离开 不然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他不想和张帆动手是有原因的 在他看来 血鹰完全可以缠住楚连生 实力 在行其境一段中期的他 必然可以战胜张帆的 但是 想战胜张帆 也几乎 要将他体内能量 全部都消耗掉 还没有见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就把体内能量全部消耗掉了 那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哼 尽管放把过来 张帆一不磨叽 直接回应了一句 这几个字虽然平淡 但是 却表达了张帆的态度了 巨蟒精 有巨蟒精的想法 张帆自然也有他的想法了 他们经历千难万险到了这里 不可能在此时放弃的 他不放弃 那这场战斗 变成了不可避免 索性 那不如痛快一些 直接开战 好 那你们就受死吧 收到时的眼睛一眯 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冰冷的杀意 他话音刚落 便见张帆的身体猛地爆流而出 一拳狠狠地打向了 那血鹰的方向 楚连生 也是千刻间领会了张帆的意思 身体猛然窜出 一拳狠狠地砸向了 身材偏受道士的胸口 你真是找死 巨蟒精看着 向他快速奔袭而来的楚连生 有些不懈地冷哼道 巨蟒精冷哼的时候 张帆已经冲在了血鹰的近前 那金袍道士 操控着血鹰朝着张帆的方向 攻击过来 只见 血鹰的散发着红色光芒的手掌 静止便拍向了张帆拳头的方向 一声闷响过后 血鹰口中传荡出了一道 凄厉的惨好之鹰来 它那散发着红色光芒的护体 也是被泡飞而出 这血鹰虽然和张帆只差一个等级 但是 这一个等级却是跨越了一个境界 所以 两人差距其实是颇大的 再加上张帆所修的杨绝 乃是至刚至阳的真气 对鹰雾是颇具克制作用的 当血鹰魂体彻底稳住之后 便见到他周身红芒已经散去了大半 也就是说 在刚才和张帆的对撞下 他消耗了一多半的能量 他不一定再能接下第二级了 而张帆所展现出的实力 也是令得金袍倒是颇为惊讶 他没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练着的血鹰 在张帆一拳之下 居然被打消了一半的能量 除了惊讶 更多的便是愤怒和心疼了 而此时 楚连生也是到了那瘦道士的身旁了 瘦道士冷哼道 哼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搭手一挥 下一刻 便带着雷霆万钧之士 狠狠搭向了楚连生的拳头 一声闷响 陡然自撞击点爆发而出 一股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之声 从楚连生的手臂上传出来 与此同时 楚连生口中 也是发出了一道凄惨的痛呼来 下一刻 便见他的身体倒飞而出 重重地砸在了后面的墙壁上 扑的一口 阴红的鲜血 陡然自楚连生的口中喷涌 那模样 是极为的惨烈 众人 也都是第一时间 把目光投向了楚连生 之前 大家伙没有反对张帆带着他 但是 众人对于楚连生 就是非常的反感的 而现在 楚连生出现这般惨烈的模样 并非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大家 因为 张帆和金袍倒是对峙的时候 楚连生完全可以安然离开 根本不会受伤的 楚连生离开 张帆面对巨蟒金和血鹰 那是必败无疑 而楚连生 却并没有那么做 他的行为 让众人心中对于他的反感 消散了不少 此时 也是真正的把楚连生 当成了队友 他这伙 快步朝楚连生走去 欧阳老头 更是急忙把楚连生 给扶了起来 楚连生看着众人 关切的模样 脸上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欣慰了 众人 应当算是 接受了他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